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学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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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 大家好 如果你是一个佛教徒 好在是一个祈祷教徒 好在是一个神教徒 我想 不一定 有些祈求的经验 就是祈祷的经验 这个祈求祈祷 怎么样子才叫做一个 比较很高贵的 祈求祈祷 我恭喜各位师的意见 第一 我们求神的感应 更要求内心的提应 我们有时候要神明 给我的富贵 给我的平安 给我的积强如意 神功发财 我们希望能有感应 但是更要求内心的提应 在宗教的信仰里面 这个内心的提应 比这个外在的 这个父啊神的感应更重要 我内心有智慧 内心有波雷 我内心有体验 我有道德 我不一定要求外面的什么力量 来帮忙我 这个内心的提应就更重要了 第二呢 我们求自己的平安 更要求大众的幸福 一个人光求自己平安 自己好 这是不够的 大众的幸福快乐更重要 所以此行话是说 只要一人未度 切磨自己一逃了 大家幸福 我才能幸福 大家平安 我才能平安 大家不幸福平安 我也不能幸福平安 第三呢 求世间的富贵 更要求出世的圣财 世间上的富贵 是有限的 出世的圣财 出世的时候 比我自己有成丁 我自己有薄雷 我自己有惭愧心 我自己有忏悔的美德 这许多 比世间上的富贵更重要 第四呢 求世神的隐藏 更要求生命的永恒 有的人光是 我去过那活道 一步岁吧 一步二十岁吧 这搞事 也是有限了 不如求求永恒的生命 永恒的生命 就是能够不死的生命 甚至于我仍旧是 这个神劳病死 但是我力功力得力盈 是永恒的 所以如何祈求呢 一 要求神的感应 更要求内心的职业 二 要求自己的平良 更要求大众的幸福 三 求世间的富贵 更要求出世的圣财 四 求世神的隐藏 更要求生命的永恒 四 求世神的未经许天不至於 三 求世神的未经许天不易 三 求世神的愿 三 求世神的佛